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 天天在心里对自己说几万遍想想孩子想想老公 可是就是唤起不了自己的兴趣 好像生无可恋了 他回去后一开始和我的联系比较多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难受 后来因为爽约的事情 好像就让我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心事重重 每天都口很干 完全吃不下饭 而不吃导致心情更加低落 现在是真的长 导什么叫胃同嚼辣 现在自己主动断了联系 叫他不要再找我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自己真的好难受 尤其怕早上起床中午休息 还有晚上睡觉前的时候 那种失落感能把人吞噬 我究竟该怎样走出来 回归家庭呢 我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 你该清醒了 那个男人不会为了你离婚 放弃想他的念头回归自己的家庭 这种感情不会有人祝福的 不被祝福的感情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你只是刚开始 时间长了和他和你老公在一起是一样的 总归会回到平静的生活 你老公还不知道 你的家人还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你会生不如死 你老公要是真的知道了 生气了 要离婚的话 你要痛苦死 现在你是拥有的 你感觉不到 失去了才会知道重要 你跟老公现在进入婚姻平淡期 突然出现个男人 你有好感 突然觉得有激情 才会忘记老公的 其实你还是爱孩子和老公的 还是好好的生活吧 婚外恋的代价你是承受不起的 你换位思考 如果你老公跟你同事一样 在外面有像你这样的女人 你会怎样 人活一辈子也就短短几十年 对错难免 关键是一辈子 不只是围绕感情而活着 还有很多事要做 请相信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坚持不要联系 慢慢慢慢慢慢 一切就会过去的 再多的刻骨铭心也会沉入心底 慢慢消失 支持你 加油 本文案例和图片来自网络 图文无关 如有侵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